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 一起读经 一起灵修 启示录十四章四到五节 约翰说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手的果子 过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神看中我们的忠心 他许我们真心实意地侍奉他 而不是图有敬行的外貌 因为他从我们心里开始了 他的新的创造 人所求的是虚荣 是外貌的体面 神去看人的内心 神用我们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都能实时在神面前蒙悦纳 今天 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没有神的成功 我们思想 没有神的成功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初埃及记 第三十三章 六到十六节 初埃及记 第三十三章 六到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生命洗了针帮 祂是我的随时力量 当我愁苦来求耶稣 无人似祂如此安抚 使我欢喜 欠我心有 祂是我要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 我要忠诚待他 他寄与我何道长许 我又何人赴他 如他后尘我可安心 仰望世家时刻惊喜 跟随他心或叶或变 他是我又 他是我又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六到十六节 以色列人从住和列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摩西素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 离营却远 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 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都起来 百姓就都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 望着摩西 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云柱降下来 立在会幕的门前 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 就都起来 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摩西转到营里去 我有他的帮手 一个少年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 将这百姓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只说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讨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出埃及记》33章6到16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5节 《出埃及记》33章15节 经文说到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出埃及记》33章15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出埃及记》33章15节 摩西说 我们再背诵一次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出埃及记》33章15节 继续 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没有神的成功 人可能经历成功 却没有神的同在 如果成功对你很重要 你可能会选择成功高过于 你跟神的关系 神要提供一位天使 与以色列百姓同行 保证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以后 每个战役都能成功 每一支军队可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每一道城墙可以阻止他们 因此这地的富饶 唾手可得 每一件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似乎仅仅在握 他们唯一缺的 就是神的同在 谁说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他不要与他们同行 因为他们的心远离他 以色列百姓的经验说明 胜利与伟大的成就 不见得是神同在的记号 不要以为自己的健康 兴隆的生意 或者施工的成长 是因为神的同在的缘故 你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 把神的同在视为次要 而选择了成功 摩西很有智慧的判断 无论多大的成功 都不能代替 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摩西知道 世界的成就 很快就会消失 他的安全感是来自于 他跟神的关系 世人眼中的成功 不表示有神的祝福 事实上 他可能是你选择其他东西 代替神的指标 你是否以成功权力和财富为满足 而轻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你是否重视神的同在 过于你在世上 所能经历最伟大的成就 神选招摩西的时候 摩西再三推辞不肯去 后来神向他发怒 叫他的哥哥亚伦和他同去 替他说话 但出埃及之后 摩西被罩 上了山顶 亚伦和百姓在山下 就铸造了鸡牛犊 此时摩西心中悲伤 感觉自己独担重担的孤独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 将着百姓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摩西祷告向神要一个同伴 以便和他一起同担重任 而以色列人这次败了鸡牛犊 就是因为他的同伴亚伦 纵容百姓陷在大罪中 如果那时在山下有一位像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不至于陷在嘴中 感谢神 他的回答 正能安慰摩西的心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顺利得安息 神回答摩西的话 也是回答一切寻求他的人 当我们疲乏灰心的时候 当环境极不合理想的时候 当我们一人孤单的时候 甚至众人都反对我们的时候 一想起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心立刻就喜乐了 就立刻安息在神大能的手中 神不但与为他工作的人同去 使他们得安息 神也不离开每位属他的 小孩子走黑路心中惧怕 但有了父亲领着他就放心了 主耶稣临别的时候 安慰门徒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乌尔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请记得神的应许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摊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 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 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 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 默想神的启示 心中就充满感恩 重新得力 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 成为你灵命成长 奔走天路的好伙伴 请按时收听 由孙大中所主持的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没有神的成功 这个题目 《出埃及记》33章1到3节 经文记载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我曾启示应许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说 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 你和你从埃及地 所领出来的百姓 要从这里往那地去 我要拆遣使者 在你前面 撵出迦南人 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领你到那流乃余密之地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因为你们是 硬着景象的百姓 恐怕 我在路上 把你们灭绝 神这么说 好像这些百姓 还是摩西的 仿佛不愿 跟他们有任何关系 意思是 他们不是我的子民 神说他们是 硬着景象的百姓 就像拉不动牛 心里固执 这是神不喜悦地表示 神不愿 与这些以色列民同行 说他只会派一位使者 帮助他们 可以体会神心中的恼怒 百姓这样任意得罪神 就感受到 神是与他们疏远了 他们不恒心守神的约 神也不理他们 今天 罪事的神 不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在仇敌面前 站立不住 因为成了被咒诅的民 揣几记二三章二十到二三节 神已经应许摩西 看哪 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是奉我名来的 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 听从他的话 不可惹他 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你若是在听从他的话 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 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我的使者 要在你前面行 领你到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西人 迦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那里去 我必将他们剪除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到十节 经文说 他们在这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 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 袖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保抱他们 怀揣他们 他们竟悖逆 使主的圣灵担忧 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 神差使者 好像自己不跟以资的人同去 他仍旧是守约的 因为这使者 就是神 就是从父和子 所处的圣灵 就是以可见形象 显明的云柱火柱 今天 在这条天路上 神依然借着圣灵 引导我们 因此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更不可惹他发怒 因为亵渎圣灵的 罪必不得赦免 当百姓听见神说 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 因为你们是 硬着景象的百姓 免得我在路上 把你们灭绝 知道神与他们疏远了 听见这凶性 就悲伤起来 也没有人穿戴装饰 这的确是 应该哭泣哀嚎 忧伤痛悔的日子 百姓的心 必须先转向神 神才会转向他们 揣及33章第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说 你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我若一煞时 临到你们中间 必灭绝你们 现在 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 摘下来 说我可以知道 怎样带你们 神当然不忍心 舍弃他们 和西阿书十一章 八到九节 神说 以法连纳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亚 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 怎能使你如席扁 我回心转意 我的怜爱 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 一法连 因我是神 并非是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 临到你们 神的子民 背道离开神 神的心血 仍然爱他们 因着神的属性 神怜悯他们 不愿将他们灭绝 以后苏格兰的知名牧者 乔治梅森写了一首 很有名的诗 哦 你那不肯放我的爱 我将我的灵魂 安息于你 他们又把握 基督徒因为神 那不肯放我们 那不肯把我们赶走的爱 使我们无论在 怎样的光景下 疲惫的灵魂 都能够得着安息 但以色列百姓 好歹要有悔改的样子 即便不是匹马蒙灰 也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 圣经的原则就是 悔改之后 才有福音可听 就又是如此 到了新约也是一样 是约翰在旷野 给百姓行悔改的洗礼 也是如此 初爱集记33章第6节 以色列人 从住河列山以后 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 百姓意识到 没有神同在 加南帝本身 不能叫他们喜乐 此时 他们要寻求神同在 作为旧约神人之间的中宝 摩西素长将帐篷 折到在营外 离营却远 他称之帐篷为会幕 凡求问耶和华的 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这神族只是正式会幕 建在完成之前的临时会幕 设在营外 圣经说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 百姓就都起来 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 望着摩西 只等到他进了会幕 这时候百姓不敢再以 细腻的口气说 那个摩西 而是对摩西尊敬有加了 《Try记》33章9到11节 经文说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 云柱降下来 立在会幕的门前 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 就都起来 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摩西转到营里去 唯有他的帮手 一个少年人论的儿子约书亚 不离开会幕 摩西跟神的关系匪浅 之前 被神称为 我的朋友的是亚巴拉罕 《生命记》34章第10节记载 以后 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 像摩西的 他是耶和华 面对面所认识的 神怎样与摩西同在 约书亚都看见了 以后约书亚 要带领百姓 进到迦南地 神对约书亚说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揣秦记33章12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 将这百姓领上去 却没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发谁 与我同去 只说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摩西要知道 自己将与谁同行 他抓住的是 出埃及记3章12节 神给他的保证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 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神保证同在 是摩西赶去的原因 如今摩西指望的 依然是神的恩典 当摩西继续为百姓代求 再确认这些人 是神的百姓之后 摩西想要知道 谁会与他同行 出埃及记33章14节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神英语与摩西同在 会继续用他的脸光照摩西 15到16节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 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 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摩西要的是神自己 而不是神的祝福 以后当主耶稣 在野地里行的神迹 用五饼二鱼 叫众人吃饱 当众人为了吃饼得饱 来找耶稣的时候 彼得表明 他们归从主 是因为主有永生之道 在摩西心里 神若不同在 那迦南地 还有什么价值呢 他们到迦南地 没有达成神的目的 主是一切 离了他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在神旨意之外 没有神的成功 神没有价值的 摩西求神恢复 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 与他们同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 我也要行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 我爱你的名 认识你 神因为摩西的代求 应允恢复 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 他用话试验摩西 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 晓得他的作为 摩西所求的蒙身喜悦 拜金流度的事情 就过去了 百姓就从危机中 被挽回过来 今天 主耶稣也在腹里右边 为我们带求 他爱我们 我们要看重跟他的关系 过于一切 不是只用嘴唇尊敬他 心去远离他 不是只在口里说 助啊助啊 却不看重他的荣耀 也没有他的心思 叫圣灵为我们担忧 而是我们深远更多的认识他 活在他的旨意里 神要我们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 他要与我们同在 愿他的旨意成就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 跟知识上长进 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 而在你的道中生活 主 世人追求成功 追逐从世界来的荣耀 然而我们却常与你同在 你掺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那些抗拒你 希望你不在天堂的人 将不会在天堂 你拣选我们 把我们分别出来 与我们同在 乃是成就你自己的旨意 愿你保守我们 使我们不偏离你 哪个无想无辞 欢欢喜喜 站在你荣耀之前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 今天的金句 初二级记 三十三章十五节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们 从这里领上去 初二级记 三十三章十五节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行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我也不怕走行